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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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会有点 慕名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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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身後 只要穿著 穿著 我身上藍色衣服的 都是我們今天要爬山的 團員們 那這些人都是我們 德热國的族人 那主要就是我们协会办理探访 古巴亚部落的一个文化探寻探看 那古巴亚的意思就是 在我们太鲁阁组里面就是准备出击的意思 在这个古巴亚部落 它也是我们和化越旅古道最大的一个部落之一 在这个部落里面 曾经就是在太鲁阁战役里面 发生最激烈打架战争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着我们 太鲁阁竹山队的领队金大哥 一起来去探寻我们古巴亚部落 好一开始呢 我们就是把车停在新白阳 然后就沿着产业道路 那待会会下切 在下切的话因为这地形会比较特殊 会下切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注意安全 是白米跟白夜啦 这个活动有找了四个碑公哈 第一个碑公在那边 我们的食物都在这里面 山羊嘛 我朋友我朋友 他受伤我要在那去看病 可以哦 一半 最年轻的 妹妹你今天要去哪里 发散 发散了 发哪里 海洋葡萄 哇可以捏 看你的咯 好哦 好 好我们刚刚就是有听我们队友讲说这条路线大概1.2公里 那走两个小时就会到了 那主要是因为等一下就是要下切 可能会经过很多芒草地带 所以我们身上就会有袖套还有手套 然后移民我们身上都是刮痕 好那我们就是很期待今天的文化之旅 那同时再次感谢我们花莲县原住民族文化事业推广协会 办理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德鲁古的后辈可以去追寻去去找以前人家曾经走过的路 很期待就是去探访这个格白羊部落 好那我们就继续走下去吧 我们的真的是下切 好大家 下切的路 我可以下去了吗 ok 这边落差比较大 所以下来的时候脚要跌低一点 跟顺着不下 这边小心有咬人猫 这个很讨厌喔 你应该要小心 不要碰到咬人猫要不然皮肤痒痒的 这边是学来的 到左边走 哦 哦 可以了 很好路啊 很好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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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道骨头风路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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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好的 现在就是经过无限芒草区 然后呢 大家都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活着活着 有呼吸 有呼吸 很难想像以前他们泰鲁阁的战役 日本人要攻打我们葛巴亚部落的时候 到底这个地形 日本应该很难侵略我们吧 你看 你看 对啊 难怪那么多人会死掉 那种沿滚带爬直接掉下去 真的 泰鲁阁真的不简单 飘悍的民族 休息一下吧 因为这边的地形好像是一阶一阶 所以我们今天人数大概二十几个 所以等一批下去再一批下去 如果要自己来的登山客朋友们 你们不要乱来哈 因为这边很多我们德鲁古跟日本人的魂 如果你们没有带德鲁古人 小心 我有联意事件 而且这个路是蛮不好走的 地基只有一个人的空间 那如果你小心踩空的话旁边都是悬崖这样 所以非常推荐可以找我们泰鲁古的登山队的灵队 北京大哥 好啦 我们要下去了 我们要下去了 你叫正义 爹山的我 哈哈哈哈 过落 这是过落的 叫过落 下窃 下窃 都没有人走过的 这个植物啊 叫通草 通天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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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那个日本人教那个原住民种啊 他当时那个日本人那个经济价值很高 他里面很像那个融木塞啊 他里面很像那个融木塞啊 他们拿去加工以后做很多那个手工衣品 他们拿去加工以后做很多那个手工衣品 而且在西部的话是 好像是新竹还是哪里 是客家人 他收购 然后看到那个原住民 就是他们去采的时候啊 他们背起来后这么高 像一层楼 没有太夸张了 很高很高就是这样背着 其实那个软木塞很轻啊 跟保丽的比较 是野生的啊 那个是以前种的 好哦 经过这个芒草洞方面 我们这个古道真的是 哪里有洞就哪里钻呢 好了 钻出来了 好哦 好哦 这个才叫真正的熏羹 冒雨熏羹 通常 旧部落 都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刚刚沿路我们经过了满草区 现在经过了丛林区 快到了 还是要跑了 我们的五星级饭店到了一拜 就在前方一个平台 哇 五星级耶 可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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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就这样选啊 飞档 他要搭给你输了 你没有搭 你没有找富农族的朋友 好啦 我们今天就是 历经了风雨的折磨 还有芒草的折磨 还有浮童风的折磨 然后我们今天到达了这个 古白羊的 古白羊的以前的住在所 那明天早上我们会到部落去逛一逛 那现在太晚了 等一下我们会唱一首歌给你们听 嘿嘿嘿嘿 贝档你们讲一下你的心得 心得 好啊 好 要了要了 有温度了耶 热热的 大家好 我是贝档 我真的觉得这一次 我人生第一次的古部落的踏叉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 毕竟我们还没有走大概 200公尺的时候就下大雨了 哈哈哈 衣服全湿耶 包包也全湿 对但是 这条路虽然不太好走 但是 大家都还蛮互相帮忙的嘛 然后我觉得我们就是 经历了好多个滑水道 哈哈哈 好多的戏竹乱串 还有在竹林中的尖叫 很好听耶 姐怎么样 你的感想是什么老师 可以不要放屁吗 哈哈哈 是谁 可以说 可以先让我有三秒的准备 我再 你再放屁可以吗 哈哈哈 谢谢 下一位 下一位 我问一下摄影师好了 哈哈哈 是啊 第一次到那个古部落 旧部落 去拍摄的感想 有点惊讶到 惊讶到 不好意思 有点惊讶到 为什么 这个路太可怕了 杜鲁 那个身体说你发错通道了 哈哈哈 下次提醒他一下 这个这个落后 不适合他的相机 没有他说 这样一道 这样 好了 另外一位摄影师很用正拍 你有什么感想 就 没有想到 我以为只有30% 就是今天的30% 今天给我来个100% 我已经吓到 哈哈哈 哇 可以耶 好辛苦你们了 还有两位拍摄者 我真的好累哦 哈哈哈 我没有想过是这种 我这个月只有休这 这三天 居然有两天要在这里 我现在有点开始怀疑人生 哈哈哈 同学 不知道要讲什么 哦 本来呢 我看到那个记录上呢 是从上面走下来 是好像两个小时 嗯 然后 以为是 就是 嗯 比较轻松的行程 但是没有想到 非常的原味 就是 很有野性 非常好 我很喜欢 哈哈哈 可以 对对对 我在谈的记录哈 嗯 那个时候 礼物局 才照领没有多久 哦 它盲槽都砍得很干净 哦 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估计 就直接下来了 就两个小时 对 好哦 我们听完故事就准备睡了 我现在已经凌晨两点了 哈哈哈哈 明天才9点13分 明天见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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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咯 这ً 挺好吗 昨晚 Bright 睡着好吗 好 哇 昨天 x Ветер 有貨,你怎麼? 還有那個辣罐頭,你多 蛤頭 OK,我們現在要去部落巡禮囉 第一站 古白羊住在所 好,這一區就是我們的 古白羊的住在所 日本人住的地方 好,我肚子 另外一隻倒下了 學校,學校的路跑到 我們昨天睡的地方呢 就是古白羊的住在所 那我們看到這邊有這兩顆 石柱 這是以前日本的 方童教育所的學校的入門 入口 所以就會看到 那底下有階梯 那這個平台呢 上面都是方童教育所 還有當時候日本的基礎的建設 像衛生所啊,衛生室啊 我們的古白羊的部落呢 就在底下 很多的我們的舊部落啊 主要就是 日本人他們會在比較高處 然後去俯瞰 去監視我們太魯格族的部落 所以我們的部落呢 古白羊 古白羊的部落在底下 然後日本人在上面 監視我們 每次 看到這樣的景象 想到以前我們的祖先 這樣子被日本人這樣監視 然後又想到他們這樣 對我們這麼殘暴的方式 我就覺得非常討厭 好,那我們 這個歷史傷痛 我們後背還是要去知道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走下去 我們的古白羊的部落 去檢視我們當時候 家屋的地基 因為現在那邊的地基 都還有在保存 那我們就是 一起走下去來看 好,這邊古白羊的族人 大部分都移居在我們現在的盡情部落 那他們大概是1930到1932年左右 就是牽下去平地這樣 好,那我們金老師呢 現在帶我們到古白羊的一個家屋的地基 我們來去聽聽他的解說 那個心裡面就默念了 就打擾了,這樣 我們現在看的地方是 有埋風水 我們講說風水比較好 好 然後我們就是 用一個尊敬的心情來去看 我們先棟的這個地方 就是後面那裡 如果有注意到的話 是不是有一排的石頭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那種風水 就是主流以前的人 他是用這種方式買的 那早期日本人還沒有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人就往生了 他是用作的 就是放在一個箱子 或是類似的容器 那主人就是把它放到裡面 然後就埋在床底下 以前是這樣 以前是這樣 然後日本人來了以後 他是覺得說這樣有一點不會生 他就規定說 往生了 不能用那種方式買帳 就是在移到戶外 然後用這種方式 就是躺著這樣 有的那個 像那個家族比較顯赫一點的 他的石頭一定是會找大塊的 然後突出來突出這樣很大 在家裡面 在家裡面啊 是在家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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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看他的外觀 因為他們會做一個撥坎 就是做一個水土保持 然後要上去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落倉 這樣進出的話有點不方便 他們會做一個梯子 這邊有一個梯子 那個石階可以上去 就跟那個我昨天講 那個本家人 他們的住宅也都是類似這種 他們都會蓋得比較高 可能避雨水啦是什麼 他們就做直接上去 所以家是在上面還是在下面 上面上面 哦 上面 所以前面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戶外嘛 從戶外就是埋葬的 他們埋葬不會埋葬到很遠 他就是在住家旁邊而已 不是埋在室內 因為日本人他就 他就規定說不能在裡面 OK 我們現在要出發去 古白羊吊橋 那方向 就是還是跟著金老師的腳步 他們要有多久 有多久 方便跟上嗎 好 能進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古白羊吊桥要到了 古白羊吊桥就在前方了 不能了 这是谁的米酒 这边是古白羊吊桥 这是河桓越岭古道 当时日本人见了 为了要通过我们 所以这边是通往大鱼林 然后再往这边是通往最路古道 哇 好刚刚听了我们老师的简单的解说之后 今天这两天的行程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然后也很感慨 现在过去的祖先在这座山里生活 以及被日本人去通管的这段历史伤痛 真的是我们后辈需要去警惕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两天的活动我们即将就要画下完美的据点 希望大家看了影片之后 会喜欢我们这个的群羹踏茶之旅 那昨天有听到老师说 群羹是一件非常辛苦又值得的一件事情 群羹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昨天不管是穿越了芒草 穿越了滑雪道 穿越了钻地洞 钻芒草洞 这个都是我们就是需要去学习的 因为我们以前在的祖先 那我们在山上生活 就是要有这样的胆势 跟勇气 跟体力 才能在这山上生活 好 那我们 简单的介绍就到这边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再去踏茶我们的古部落 那我们就这样咯 继续 要收看我的影片咯 刚才我们还在前面两个朋友 哈哈哈哈 一个布农族的来自台东 一个来自我们秀林部落的 鱼羹 有什么感想两位 蛤 觉得 很有感觉啊 第一次来到这个 啊 听到很久的鱼羹部落 刚好我的阿祖也是来 来这个部落 但是已经没有那个故事在这里 但是能够亲身走过一次 觉得 感受我们自己老人家 生活在这里的感觉 OK 走上不是第一次 反正就是 呃 之前是去大同大理 然后今天来到古白亚 只是觉得 或许这些路对他们来说是 西中平常 可是你刚刚说的就是 来到这山让我们当代的原住民 就是走到这边 很多的勇气跟勇敢跟信心 所以活在过去那个时代 我真的觉得 太厉害了 这些原住民族长辈 好的完美 有内有内有内 那个角力 好 你再做结尾好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要订阅 追踪 按赞 加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要不然我们都不会看我的影片 我会难过呢 好啦 拜拜